啊 啊 什么 什么东西咬我一下 哥 你快去看一下 咱们家的腰苗全倒了 什么 我怎么全倒了 哎 哥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不要下来 你不要下来 哥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能了 这一看就是能被破坏的啊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 我怎么会得罪人嘛 这一看就是被掐断的 没事 先看看你 还能足就多少 好 想来啊 好 啊 啊 怎么了 啊 什么东西咬我一下 啊 螃蟹 哎 那边还有一只 啊 我的天理 它的螃蟹 这么多 肯定是落下锅以上的 啊 谁那么无聊 这螃蟹 这么大了 已经也值不少钱了 难道 抽两只餐饭出来的 星期天台风店 有可能 一下那么大 冲下来了吧 CG 嗯 你去看一下 是谁家的螃蟹 来自村里面放个广播 通知一下村民 看自己家的田野 也没被破坏掉 嗯 好 你 什么 我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下的火烂一点我就是把你消化掉 行啊 等下来吧 我再吃美国就给你吃啊 你太可行了 太可行 大西 现在来吧 好好好 弟弟 走吧 拿主电 咖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咖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咖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姐,你一个赞可不是这样子说的 都是一个村的,难免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 要是每个人都斤斤计较,那可就有点吵了 哦,难怪今天能分配那么好 这么多年大家都生活在一块 所以大家都懂得项目迁就项目迁了 好,哥,我懂了,多理解少计较 这样碰到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帮忙的,是吧? 你又懂了 不好了,我觉得